空間的風景 有沒有覺得我腳很美 我在這邊等你 我在這邊等你 不是你在這邊等我 大家好我是網猴 我現在人在日本東京的新風州站 那為什麼會來到這裡呢 这一集我走的是一个完美行程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我这里的观众会不会喜欢 啊不管啊 这次来到的是 TeamLab的作品 Planet 中文名字超威的啊 超巨大身体没入式空间 怎样是不是很威啊 我会用邮寄的方式带大家逛展 如果怕被爆雷 赶快跳出这段影片吧 我会把这垃圾把它剪掉 好开始咯 票价分成大人中人小人 票种则是有最一般的 VIP票 夜间票与神障人士的票 如果像我一样有行李 会场外有栏杆和锁 可以把行李锁在外面 接着听一下一些注意事项 听不懂没有关系有中文可以看 大致上几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就是禁止使用自拍棒 里面有水也不要被弄湿了 有些作品可能会造成头晕 还是要注意一下 最后一项最重要 就是有些作品地板是镜子 所以要小心春光外泄啊 怎么短裙的是绝对不要 根据我实地考察的结果 宽松一点的裤子最好也是不要啊 听完讲解后来到置物柜 诶 我选一个我的生日啊 这时候就是把包包之类的东西丢到里面去 啊 还有鞋子和袜子啦 讲了那么多终于正式要进到展场啦 第一关是光之瀑布 这原型是根据四国的某一个瀑布而来 我朋友一开始跟我说 这个水有加盐巴啊 我喝了一点发现不咸啊 也没有那个人家脚臭的味道 后来才知道那是消毒用的氯器啊 但在这个看似黑白的世界中 聆听着瀑布声也有一番风味 擦干脚走进的是黑洞世界 这个材质有点像是蓝骨头 会吸收踩碳的力量 它的全名是柔软的黑洞 你的身体变成影响另一个身体的空间 恰如其名啊 走完这个黑洞体力不好的像是我啊 可能就会气喘吁吁了 好累哦 嘿 不过迎接我的是 害后驾到 呃 是光鲜亮丽的水晶宇宙 利用光点与镜子 打造出梦幻般的世界 而且还可以用APP 跟这个世界互动 我的少女星都要喷发啦 下个世界是个池子 这不是报名的水啊 充满五颜六色锦里的池子 这些锦里会悠游在池中 但是只要他们撞到人 就会瞬间变成美丽的花朵 没有啊 就是我经过它会开花 就是开花结果的感觉 而在这个池子附近有一个神秘的空间 你找到在哪里吗 找不到找不到 如果缘分到了啊 就可以看到TimLib2011年的作品 冰冷的生命 走 我们往下个作品走 这里有许多散发出梦幻颜色的大球 而且是漂浮在半空中的大球 然后这些大球也会跟着现场的人互动 颜色会变来变去的 如果要拍照用连拍会比较好一些 最后一个世界是 漂浮在飘落的花朵中 走进这个世界工作人员会指引你躺下来 有点像是观星的感觉 但这次是来看花海的 来自四季的花就从顶棚上随处喷发 这时候还是可以拿起手机打开APP 滑动你的手就可以把蝴蝶设在上面 什么颜色 绿色 绿色 因为要拍摄的关系啊 我走了三遍展场 有朋友陪伴的 有自己走的 每一遍都让我觉得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 这些作品没有过于深奥的隐喻 但与它们融为一体时 可以很深刻的去感受 这些作品带给你的意义 我自己认为这就是生命的宇宙 从一切荒芜开始 在生命中绽放热情 最后逐渐凋零 人生也是这样子吧 我认真觉得这个展很值得来 细腻的作品搭配上开阔的空间 还有很多互动的小细节 身处在这个剧型作品中 会莫名的很感动 但如果人少一点会更棒 网猴去哪里 下次见咯 拜拜